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也就是2017年10月9日 18届中纪委开完了第八次全体会议之后 那么本届中纪委的职责就到此结束了 同时也就意味着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他的职务到此结束 以后王岐山他就不能再由中纪委的名义发号施令了 中纪委18届八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奇葩的会议 自从2015年以来 每次中纪委的全体会议习近平 他总是带着全体的六个常委来参加的 并且他都要亲自发表讲话 以表示对反腐工作的重视 上一次中纪委就是18届七中全会 他是在2017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 开了三天 这个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前召开的 当时习近平就带着这六个常委来参加了 这次中纪委的18届七中全会 他并且亲自发表了讲话 如果没有郭文贵的爆料 按照过去的惯例 那么这次中纪委的18届八中全会 习近平也是应该带着六个常委来参加的 可是郭文贵爆料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看看上一次中纪委的18届七中全会 和这一次的中纪委18届八中全会 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在郭文贵爆料前召开的中纪委18届七中全会 和郭文贵爆料以后召开的中纪委18届八中全会 首先他们是规模完全不一样的 上次18届七中全会 他是在2017年的1月6日至8日 他开了三天会 那么这次18届八中全会 他是在2017年10月9日 他只开了一天会 那么上次18届七中全会参加的人数呢 中纪委委员他是123人 列席是266人 也就是说列席的人数啊 都要超过中纪委委员人数的一倍 那么列席的人数越多嘛 那就是来给王岐山捧场的 给他撞绅士的人就越多了 而且呢习近平啊 当时是带着六个常委都来参加会议 他也是给王岐山来撞绅士了 可是这次18届八中全会的参加人数呢 除了中纪委委员119人之外 列席的人只有12个人 也就是说列席的人数啊 从上一次的266人猛降为12人 连一个领土他都不到 由此可见啊 已经没有什么人来给王岐山捧场 来给王岐山撞绅士了 当然了习近平也没有来 其他政治局常委一个人都没有来 整个会场啊可以说是冷冷清清 我们再看上次中纪委 就是18届七中全会的那个公报 它的字数啊是长达4680字 那么公报的这个字数越多啊就表示 中央对这间这个会议啊越重视 那么这一次中纪委18届八中全会的公报 字数只有310个字 也是连上次的零头他都不到 而且呢这次和上次中纪委公报的最后一段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先看上一次的中纪委的18届七中全会的公报的最后一段 他是先说了对王中田李建波这两个人的处分的决定 然后呢最后他又讲一段拥护习近平的话作为一个结尾 原话是这样的 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谦虚谨慎 借交借造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不断取得全面重严治党新成效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游历保障 交上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上次他是讲了一段对习近平拥护的话 可是呢这一次的中纪委的18届八中全会的 他最后一段呢 他就是说了对李刚取书辉和刘森杰 他们三个人的处分决定 说完以后呢 全文就结束了 他就把最后一段拥护习近平的话 全部都删掉了 我们看上一次中纪委的 他的18届七中全会公报中 他13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那么这一次中纪委18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中 他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他就只字不提习近平 我们现在到处都是看到在对习近平表忠心 在这样一个氛围下 王岐山的他这个中纪委的公报中 一次都不提习近平的名字 只字不提习和心 那他都有反党的嫌疑了 这样看来呢 王岐山他也是豁出去了 好像是要跟习近平拼了 我们从今年年初的中纪委18届七中全会 和这一次的中纪委18届八中全会的对比 就可以看出 在今年年初郭文贵爆料之前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不能说是非常轻易把 至少说是关系也是良好的 可是在郭文贵爆料之后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要在急转之下 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习近平已经是不理王岐山了 所以呢 王岐山现在看来他也是要来一个最后的拼搏吧 他居然冒着反党的嫌疑 他在中纪委的这个公报里面啊 他只字不提习和心啊 只字不说拥护习近平的话 王岐山他敢这么大胆的干啊 看来啊在十九大上啊 一定是不会平静的 很可能会有一个大戏上演 这两天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他昨天也就是十月九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报了习近平的料 说习近平也有生活问题 这篇文章说啊 习近平就是当年在福建工作期间 他曾向中央主管党务的常委曾庆红写过一篇一份检讨 就是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检讨 那么这篇文章啊似乎还是相当有来头的 所以这里啊就来进行一些分析 法广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法广记者安德烈 这个人呢好像经常在法广发表一些文章了 法广呢也是被盗国贼记堂黄金兰的外国媒体了 这篇文章的观点呢 基本上啊都是在挺王岐山黑习近平的 不过呢这次法广这篇文章 他的惊人之处啊 就是对习近平爆料了 这篇文章是这样说 分析人士举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 据他说在中共内部人人知道 这就是习近平当年在福建工作时 曾经向中央主管党务的常委曾庆红 写过一份涉及生活作风的检讨 据指出过一本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的香港铜锣湾书店 为什么引发北京大动干戈 出动公安直接到香港绑架书店工作人员 公然毁坏一国两制 虽不能确切的说 这家书店有这份检讨福音件 但至少官方怀疑有 这篇文章他就是说啊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时候 他曾经向曾庆红写过一份 叫做涉及生活作风问题的检讨 而且这个检讨呢 是中共内部人人知道的 我们看这里 中共内部人人知道这句话 其实啊是大有文章的 我们首先看习近平他在福建的工作 他是在1985年到2001年在福建工作 他长达16年 那么在1985年到1993年的这段时间呢 习近平他的级别是一个地势级的官员 那么从1993年之后呢 习近平就升为副省级的官员 后来又升为正省级的官员了 中共啊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副省级以上的干部啊 他就不追究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了 对于副省级以上的干部 即使是有生活作风问题 也顶多是口头上检讨一下就可以了 绝不会让你写一份书面的检查书 那么习近平他在1993年成为副省级干部之后呢 因此啊在1993年 以后即使是习近平有生活作风问题 他也不需要写一个书面的检讨书 这样一来呢 如果习近平当时真的写过 关于生活问题的这一个书面的检讨书 那也应该是在他1993年之前 就是成为副省级干部之前的事情了 那么再看看曾庆红 曾庆红呢他是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 他是担任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 在1993年到1998年啊 他是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1999年到2002年 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从2003年到2007年他是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后来就退休了 那么这篇文章说啊 习近平当年在福建工作时 曾经向中央管党务的常委 曾庆红写过一份涉及生活作风问题的检讨 这显然他是不符合时间序列的 因为曾庆红他担任组织部长啊 就是中组部部长 他是在1999年之后的事情了 而习近平在1993年之后 他就成为副省级的干部了 他也就不可能再写 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书面检讨了 因此习近平啊 向曾庆红写什么书面的这个检讨书啊 这完全是一个造谣了 故意他要把曾庆红给扯进来 好像是说 这次报习近平的料是曾庆红给他报的料 其实呢 当年啊 习近平能够压党胡锦涛长期培养的李克强 成为中共总书记的接班人呢 曾庆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习近平本人啊 他也是很感激曾庆红的 所以这种谣言啊 他就故意要制造习近平 跟曾庆红不合的这么一个传言吧 当然了 习近平他在成为副省级干部以前 是不是真的写过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书面 就是检讨书呢 这个呢 倒也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这件事情应该是和曾庆红没有关系的 肯定不是曾庆红来给他爆料的 如果说习近平他当年真的写过生活作风问题的一个书面检讨书 那么能够弄到这份具有个人隐私性质非常强的这么一个材料的人呢 只有王岐山的中纪委了 所以说呢 王岐山他算是拿到这份检讨书啊 就算是拿到了习近平的一个把柄 那么王岐山他为了报复习近平 他就在中央上层散布习近平的这份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检讨书 他要搞坏习近平的名誉 这样一来呢 就出现了法广这篇文章所说的习近平的这个生活作风检讨书啊 是中共高层啊 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当然了 这里我们是假设习近平是真的写过关于生活作风问题的检讨书了 也许呢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写过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检讨书 这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谣言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习近平这个生活问题检讨书是真是假了 王岐山他在海外的力量啊 他现在要开始报复利于习近平的材料了 比如说关于栗战书家族的经济问题啊等等 他们可能会报这样的料 这样呢 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 所以说现在看来啊 王岐山似乎他想利用他掌握的习近平的黑材料来威胁习近平 如果你要搞我 我就对你爆料 我完蛋 你也好不了 所以呢 王岐山啊似乎已经有了这种叫做同归于尽的镜头 所以他就敢于啊 这次在中纪委全会的公报上 他只字不提习近平 不提拥护习核心 也可以说这就是这种王岐山这种心态的一个迹象吧 另外呢 法广这篇文章他又说 检讨书是一把悬剑 从海外爆料中大量的暗示来分析 可能已经传到了爆料人手中 这里这个文章他就暗示说啊 说郭文贵这个爆料人呢 已经得到了习近平的检讨书 他这里啊就试图用这个小手段来抹黑郭文贵 因为啊这篇文章说啊 郭文贵已经有了习近平的这份检讨书 如果郭文贵不把习近平的这个检讨书拿出来爆料 那郭文贵就是选择性的爆料 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手法来黑郭文贵了 今天也就是10月10日 还看到博信新闻网发了一个所谓的重磅新闻 他说啊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了 博信啊号称这个重磅消息 他是来自两个独立的消息渠道 而且还加上某些推特的信息 那么对于很熟悉中共政治的人来说 看到胡锦涛被立案调查这样的消息啊 应该是复之一笑完全不会去相信的 可是对于大部分那些不熟悉中共政治的人来说呢 这条消息啊还是有某种杀伤力的 那么博信为什么要在19大前的这个关键时刻 放出所谓的胡锦涛被立案调查这样的重磅消息呢 这里就来分析一下他们的动机 博信这条消息的最可笑之处 就是说胡锦涛涉及令计划薄熙来案 我们知道薄熙来啊 就是当年胡锦涛任总书记的时候 由胡锦涛把薄熙来给拿下的 所以说胡锦涛怎么可能会涉及到薄熙来案呢 因此薄熙出现这样的消息啊 他的动机啊还是因为盗国贼集团 那边的情况不妙 他们需要转移视线 所以故意制造这种胡锦涛被立案调查的一种 耸人听闻的一个假新闻了 他来吸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他去关注这个假消息 从而呢就可以减轻人们对盗国贼集团的关注了 由此可见啊 盗国贼集团他们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来摆脱目前他们在舆论上面的被动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